大家好,我是飛馬電動的Matthew 上一條影片我們就教了大家怎樣翻新一部舊的文書電腦 幫它換了裡面的零件,令到它體驗上可以變回一部好像全新的手提電腦一樣 我們幫它換了電,SSD,加了RAM,讓它反應可以快一點,續航能力可以長一點 但花那麼多功夫,將一部舊的文書機翻新做一部新的文書機,會不會太過小題大做呢? 我想大家小時候手提電腦最大的用途一定是用來做功課,而不是用來玩遊戲的 一部電腦的遊戲效能其實最主要取決於它電腦的三個不同主要的零件 分別就是CPU、RAM和Display Card CPU我們上一集討論過了,已經是當年最強的Notebook i7 CPU之一 其實已經不能再升級了,RAM我們上一集都加到12GB 而顯示卡,雖然這部機有一張內置的NVIDIA GeForce顯示卡 但其實那個型號只是GT635M 如果用來上網,看四機影片,做一下功課這些,那當然沒問題 但如果用來玩遊戲機來說,就差一點了 既然顯示卡那麼廢,但又看死了在Notebook的底板上用不到 而輸出接頭,2012年的規格其實只有普通的USB、Card Reader LAN Port和HDMI等等這些那麼基本的接頭 就不像一些新的Notebook有Thunderbolt 3插頭 如果有Thunderbolt 3插頭的話,其實我們就可以去買不同廠出的Thunderbolt 3外置顯示卡盒 這些Thunderbolt 3外置顯示卡盒效能很不錯 早上這部Notebook可以是一部文書機 然後晚上回到家,只要插電和插回Thunderbolt 3 就可以搖身一邊變成一部打機的電腦 只不過這個外置顯示卡盒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這部Notebook是沒有Thunderbolt 3插頭的 到底可以怎樣使用呢?第二個問題,就是那個Thunderbolt 3的外置顯示卡盒 說要兩千元起跳,如果我連同一張顯示卡 隨時要四五千元,其實已經夠買一部全新的電腦可以打機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準備了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這個EXP-GDC的外置顯示卡插頭 可否令這部2012年的狗機玩到最新2019年的遊戲呢? Let's find out! 不同遊戲其實對電腦會有不同的需求 例如一些簡單一點的遊戲,好像Minecraft那樣 其實只需要一張2080TI就可以玩到 但有些比較大型的遊戲,我們叫做3A大作的 在畫面的細緻度和複雜程度 都比起Minecraft這些遊戲複雜非常多 而今年開始,不同的遊戲都慢慢新增了一個叫做光線追蹤的功能 令遊戲的畫面更加逼真 就好像Battlefield 5 又或者我們叫做顯示卡殺手的 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 連2019年最新出的Call of Duty 官方的建議,如果要在4K的畫質下面連光線追蹤特效的話 竟然要用到6000多元的RTX 2080 Super才玩得到 我們今天的預算不算太多,究竟升級而已 當然不會去到那麼厲害了 但官方1080p 30fps的最低要求 只是要用GTX 1650而已 就算你想在全高清下面玩60fps更加順暢的話 都只需要用到GTX 970 二手的GTX 970都只是500-600元而已,不算太貴 如果你想便宜一點,一張GTX 1050 可能2-300元就已經買得到 連火牛和外置顯卡的插座 可能只需要600元就可以下樓了 好了,我們事不宜遲來介紹今天的主角 就是用EXP GDC的外置顯卡插座 其實它就是接駁一張普通的設計卡插座 這樣插進去 然後你就只要插電 還有有個插頭連接到電腦那裡 其實它就可以了 這裡有幾個不同的插頭 除了PCIe用來插電視卡很清楚明白 這個有什麼用呢 這個6P和中間這個12E 其實是用來給它插回自己的火牛 但因為我們今次是用一個海機的火牛 所以我們用不了這兩個插頭 但是它就跟了一條主接線給我們的 這個8P的主接線 就是插在這個8P的插頭裡面 然後它就會幫你分開 這個就是插CPU4P的 還有這個就是插Desktop24P的 基本上都不會插錯的 因為它那個火牛有防外的設計 如果你插錯了是插不到的 然後這個USB就被你用來插Mouse Keyboard那些 然後隔離這個HDMI插頭 然後那條轉接線 就在這裏 這個HDMI插頭 就是用來給你搏 這個轉接線 這個很重要 插進去之後 另外一邊 其實你就會見到 是一個Mini PCIe的插頭來的 剛才我們都說過 這部Notebook其實它不是很多特別的插頭 只有USB、VGA、HDMI 這些很基本的插頭 那在哪裏變成一個Mini PCIe的插頭出來呢 答案就是在這部Notebook的內部 我們上一集其實都拆開過這部Notebook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要隔離這個Mini PCIe的主接線 所以就要再拆開這部Notebook 然後找回這個型號 然後大家拆解或者Disassembly 其實都可以找回這個 拆解教學的 上一集其實都有講過這個Notebook 怎樣拆的 然後呢 我們就要隔離這個插頭 然後現在需要螺絲P 這個Mini PCIe插頭 在Notebook上最大的用途 其實是用來隔離WiFi卡 那我們這次就要犧牲了那個WiFi卡 好 那拆了WiFi卡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它那個插頭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拆開它 就自然可以插到這個 外置的耳卡插了 不過沒有了WiFi的功能 和藍牙功能 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你還有USB的WiFi 或者藍牙接收器可以買 還有因為我們這次的setup都很複雜 其實這部機很難拿來拿去的 所以沒有了WiFi應該都問題不大 那我們拆了這個網卡出來之後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 外置顯示支架的Mini PCIe放進去 然後再放螺絲其實就很簡單的 然後這條線另外一邊 我要接駁到那個顯示卡 如果是我 我就會選擇放棄了這個DVD機位 那我就可以進去DVD機位出 但如果你想改裝美麗一點的話 其實你在這個屋簿的底蓋 轉圈這樣穿過去其實都可以的 但今天這個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就簡單一點用到先 這些外觀的東西我們遲些再算了 這樣蓋上蓋子 不要上螺絲 因為真的還要試 那你就已經駁到出來 可以用到這個外置的顯示盒了 接下來就要將它接駁好 那顯示卡呢 就封劍有人 我建議個人意義最低1050 但如果你說你算充裕一點的 我覺得2060或2070Super都可以的 接著就到我們這隻火牛了 其實都幾舊的了 Antec的VPF350 都算是一隻入門級的火牛 便宜的現手火牛可能百多 甚至乎幾下元都買得到 不過你就要冒著它有爆炸的風險 接著我們就來到今天最大型的炒車 事會現場了 這隻火牛只有一個六片插口 好像我們今天這樣 這個DISPLAY卡要雙六片插口 但火牛只有單六片 所以我們就被迫要換另外一張DISPLAY卡 好 幸好我們有一張後備的10603G頂住 效能差不多 不過貴一點 用來試一下用 接著就插進去 因為這個只需要六片就剛剛好 插完這些之後 其實你還需要在BIOS做些設定 說明書有寫的 但不是每一部機都需要 就自己看說明書就可以了 很簡單的 整個設定就是一隻火牛 這個DISPLAY卡插了 連同一張DISPLAY卡 連同一張DISPLAY卡 那就可以了 好怕爆炸 好怕爆炸 好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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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扇正在轉 非常之好 應該可以的 風扇正在轉 沒事沒事 BOOM 好可怕爆炸 好可怕爆炸 好可怕 好可怕 風扇正在轉 有UMAGraphic 還有DISPLAY卡 PXE 就可以了 它叫做Save F12 然後Save 這個就是整個設定 那部份在這裏 然後旁邊有Mouse 然後就是顯卡的支架 然後就是顯卡的外接盒 還有那個火力 最神聖的一刻要來了 我們就打開它 看看 最神聖的一刻要來了 我們就 按開機鍵 到底它可不可以開機呢 如果風扇轉 就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看到畫面的 OK 好像OK 好 我們還是要搏外置屏幕 因為這個搏外置屏幕 其實效果會好一點 我們等一下就要 把這個意思卡搏 搏到我們旁邊的這個外置屏幕 那就知道到底成不成功了 如果你看到它開了機鍵之後 風扇不轉 其實是正常的 不用擔心 雖然我們已經經常聽過 有些客人說 風扇壞了 但其實這個是一個 靜音功能 它不超過50度 所有的顯示卡風扇都會停轉 留意 那我們現在就打開這個 裝置管理員 看看裝置管理員 到底可不可以找到 這個新的顯示卡 你看到這裡有一張 基本顯示卡 就是因為我們還沒裝 那個顯示卡 裝回這個1010的顯示卡 驅動就可以了 那裝好 當然要先做個測試 我們在換了這個 外置顯示卡之前 其實有預先做好一個測試 那就測試它 Intel的內置顯示卡 HD 4000 到底有什麼能來 那很不幸地 因為那個顯示卡 都有這麼一年多 那它原來是沒有DX12 就唯有以DX11的3DMark Fire Strike 去做這個測試 在測試裡面 長期的畫面都不超過10個FPS 跑出來的分數當然都是非常差 只有324分 那轉回去Time Spy的測試的話 這個分數大概是等於500分 150分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就用了兩張不同的顯示卡 分別就有GTX970 還有一張比較新的GTX1660 Super 去做這個測試 那首先我們跑分測試的 就是GTX970的顯示卡 明顯看到效能上面有個提升的 Time Spy的測試上面有2950分 而在實際畫面上面都見到 明顯流暢了很多 在測試裡面大約的FPS有25到30FPS 也有個明顯的效能提升 去到遊戲測試方面 CX GO高特效的情況下 1080P都有100FPS以上 而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的波幅就大些 那就去到80到130不等 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的FPS 相對上就沒有那麼穩定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顯卡頻寬的問題 限制了它的發揮 都可以接受的 但你就會看到效能上落比較大 接下來就到這張新卡 GTX1660 Super的測試 Time Spy的分數是3935分 比起GTX970大約有30%的提升 實際上的遊戲效能 比起GTX970都有一個提升 我們覺得如果外置顯示卡 前放下1660 Super 就會剛剛好是那個合格的界線 但如果你說是玩一些 可能是腰球沒那麼高的遊戲 例如說CS GO、LOL等等 我們相信970都沒有問題 我們這次測試都遇到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GTA5是開不了遊戲的 到底外置顯卡的支援差 還是有些Driver的問題 如果有觀眾遇過這個問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們分享 好了 我們這次的影片測試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的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加入我們的Facebook討論區 我是飛馬電腦的Matthew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